袁文哉族,书节上会 孙中山被逼离开日本 临上船一人,王兄来送船 两个人在码头树谈了很久 孙中山就将在东京同盟会的事 交给王兄,要他全权处理 又再三叮嘱他 千万要注意团结,要解决派别之争 孙中山还叹了口气 我们中国人总是不能放弃门户之见 做什么事都说分地区,分家乡,分语言 将这些来做出发碟,就连我都没有例外 你看看,我周围的人,广东人是占大多数的 香山人更加占一半 不过这些,又不能说都是说亲情,说香阴 因为同乡较熟悉,容易交流 所以又要在一起,但是我们到底是做大事业的人 门户之见,一定要铲除 否则,将大部分精力放在这里,那就太可惜了 你有没有看过太平天国史? 看过,我看过了 洪修传是我以前最崇拜的 你看,他的拜忘呢 就是忘记,被自己人虎底抽身搞坏了 所以我们千万要吸收教训 两个人谈了一段开船的时间到了 两个人就紧紧拥抱告别 跟着孙中山去的呢 有汪精为,胡罕文 还有个日本朋友,圈野长之 尹瑞之,尹维俊 这两个尹家姑娘呢 孙中山早就跟宋家事谈好 将他们两个带到上海,在上海读书 那孙中山一帮人呢 是坐德国的游船离开日本列島 船经的香港人呢 就将允瑞智 允瑞俊两个呢 留在香港,转船就去上海 其余人呢 就一直去到河内 在河内呢 就住在金必达街六十一号 是一座法国式的建筑来的 这里呢 就是孙中山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机关 那天 他们正在研究着作战计划 孙中山呢 在地图树画圈 胡汉民都知道 孙中山现在心情特别好 因为呢 他最近呢 吸收了潮州人许雪秋加入同盟会 而且任命许雪秋呢 做中华国民军东路军都督 这个许雪秋呢 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来的 他很快就集合了一支队伍 不过呢 现在最头痛的 就是没有银啊 胡汉民就说 哎呀 如果现在有十万元就好了 有人就没有枪都不行的嘛 孙中山就安慰他们 哎 我已经找到宋家事来了 不过呢 宋家事呢 已经被我搞到他就快破产了 再要他出钱 哎呀 实在是迫不得意的而已 幸好 老实说啊 现在还有些人自动上拆船 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在船上认识的朋友张静光啊 他在法国开公司的 他有点钱的 他跟我交朋友 他就热心帮助革命 他说 如果我要钱花呢 他即刻可以寄给我的 他就跟我大家商量定啊 定了暗号而已 A B C D A 一万 B 两万 C 三万 D 四万 我要钱说 A 他就寄一万来 我说B 他就寄二万 你还记得吗 上一次啊 在惠州起义 我们等船买军火 我打了两个电报给他 一个寄本是A 另一个就是B 他即刻寄了三万元来啊 有这些朋友帮助 不怕的 汪精卫就说 哇 这个张静光啊 这么有钱啊 有钱的人多呢 不过一毛不拔的人也不少 胡汉民见到孙中山 拿一张电报纸就笑笑口说 孙中山 又要打电报了啊 喂喂 什么级啊 E呢 哇 E级啊 喂喂喂 一次拿五万 胃口大人大一点啊 嘿 等钱花也没办法啊 孙中山吩咐胡汉民去电报局发电报以后呢 他自己就去码头迎接财神爷送家事了 胡汉民对孙中山呢 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的 孙中山 他怎么这么本事有这么大吸引力 有这么大征服力的呢 你好像邓泽尔 宋家事 张静江的人 怎么这么服从孙中山呢 孙中山要多少钱 他们就给多少钱 其实 胡汉民和汪精卫呢 无论是口才 讲话的煽动力 都自认为这个孙中山好多 哈哈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 出去募捐呢 他们出尽混身解数 觉得口水都干了 总是捐不到什么钱回来的嘛 最后呢 非要孙中山亲自出马不可 不过这样呢 又是累了孙中山的 凡是赚钱买军火时 统统毁掉他一个人去做 结果 就影响他指挥作战 还有管理同盟会的事务嘛 没有办法分身出来嘛 胡汉民呢 见到孙中山 有时遇到工作不顺利的人呢 都会慎句 哎 如果六号东 使坚宇 郑士良在这就好了 郑士良是孙中山手下一元猛将 在维州起义的人呢 打得十分英勇的 起义失败之后 孙中山就派他去香港活动 谁知有一次 他朋友去吃饭 吃完饭回来呢 路中呢 突然间吐血 急病死了 就死在路上 议院解谱说他是为溃洋大出血 孙中山就坚持 是被敌人落毒药毒死的 还有一个 让他找 又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又是在香港 被满清政府派人谋杀了的 满清政府呢 无时无刻都在那里进行暗杀的 湖汉民见到孙中山这么辛苦 他自己就很想尽可能帮轻啊他 这自己又没什么本事 只是觉得力不从心 无可奈何就行了 现在孙中山就在码头上 等宋家事 等了很久船都没到 孙中山就在码头 走来走去 出之听到 汽笛名叫 轮船泊岸 宋家事呢 在船员那里 拿着顶帽 拼来拼去 孙中山也大力入手 宋家事下船之后 两个人一起 就走回到旅馆 一路走一路谈 孙中山就问 哎 怎么嫂夫人没来的 他不得闲啊 哎 那两个儿子是小的 他要顾着呢 都走不开 哦 那这两位千金呢 他两个 两姐妹跟着 姐姐去了美国读书了 哎呀 三个儿子 三姐妹一起送去美国读书 喂 那你都挺忍心的 你 那不是啊 我就想他们多点锻炼一下 见一下世面 嘛 其实啊 这两个姑娘仔都不小的了 庆龄十四岁了 美龄都十岁了 哎 真是光阴此战 前几年 我在你家里见到庆龄 那时候他才七岁而已 他还拿了金币送给我 说要捐献给革命啊 他就对我说 大个呢 要参加革命 哈哈哈哈 喂喂 好啊 你这个孙叔叔 看下你了 以后我教给你 等你来培养他了 说笑吗 我世事又没有受过 什么田园诗 交向恶 民主的分土 我自小上山斩柴 无非是找一盏饭吃而已 哎 有什么资格教人呢 喂 老兄 此一时也 彼一时也 现在你啊 孙中山啊 就是天下无人 不惜君啊 你还出名的满清狼帝啊 哼 呢 连弟弟那半夜哭啊 他妈都吓他 你再哭啊 我叫孙中山来 看看你怎么样啊 哈哈 这些古兵啊 你作出来的而已 还有个古兵啊 庆灵说 你之所以革命成功呢 全靠他 就靠他那天在客厅里 开解你的思想 鼓励你 那你才变得那么勇敢啊 哈哈 你看啊 哈 这个姑娘仔啊 真是口出狂言 不知天高地厚啊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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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喜欢那些狂人啊 两个人哈哈 大笑 宋家树又说 喂 你们同盟会啊 成立了之后呢 搞得挺威风啊 文部就办得挺好 挺有气势啊 搞到满清的皇族呢 和那些大臣 个个都头痛 这件事呢 你有功劳啊 那次啊 你帮我印了几万份宣传品 满清政府呢 以为我在日本印的 就派人在码头的海关的书去折 谁知道 就在个眼皮底下印的 喂喂喂 你又笑得过啊 我可惨啊 难为我啊 我啊 后面连买纸的钱都花了啊 几乎倒闭了啊 跟着呢 宋家树又问啊 喂 你近期有什么武装起义的计划没有啊 哈哈 你还用问的呢 如果我没计划 我用不着急找你来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又是那句话 万事俱备 就只欠东风 是吧 两个人咔咔声大笑 那在这里呢 密罗紧故 筹备起义 日本那边同盟会呢 突然间发生了一件大事 搞到天反地幅啊 原来呢 孙中山就在河内写了封信给王兄 叫他派几个德力干部去前线 来到指挥作战 王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军福 他立刻叫人找他来 就将孙中山的信交给他看 林军福都没看完信呢 就说 我做这份东西最适合了 我最熟悉的地方 两人又谈到 这一次起义呢 用王耀廷来做先锋 最合适的了 上一次 维州起义 王耀廷就做过先锋 他打得非常出色的 王兄又说 陈少白呢 在这次呢 担任总指挥 我就怕他书生气重了一点 唉 如果郑士良未死就好了 最后王兄的决定 他亲自回去做前线总指挥 王兄呢 仍然是有点担心 力量过于担薄 但想来想去 没办法找到什么补充 那时候呢 忽然间门外人声嘈杂 好像拆屋一样 王兄和林军福 立刻出去问 什么事啊 只见张太炎 屠城张 张继 平山州 公其几的人 一涌而入 张太炎气势 胸胸口没横飞 其此大欲啊 其此大欲啊 王兄就问 喂喂喂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张太炎就指着 公其 叫他说啊 叫他说啊 我们就被人家出卖了 王兄就看着公其 公其呢 就已经被张太炎呢 骂到温头温脑 孙先生 并没有出卖人啊 他没有出卖到任何人啊 他筹那些钱 是拿来做起义经费的嘛 王兄就问 喂 到底什么事啊 说清楚啦 屠城张就慷慨激昂 指手画脚 那个孙中山啊 他做个好事 他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黑钱 踢开了我们 自己走人啊 公其又不忍得紧了 就大声拨他 喂喂喂 你你敢说话 就无中生友啊 张继就插嘴了 什么叫做无中生友啊 有事实根据的嘛 公其 你有本事 你把真相说出来啊 王兄就摆一摆手 大家静点 大家静点 慢慢讲啊 孙先生 拿了日本股票商 一万元 这事大家都知道的啦 喏 张先生 你办报的钱 都给了两千元你了嘛 那你怎么说人家 阴谋又出卖你才行呢 张继炎就冷笑一声 嘿嘿 你又真是天真 我告诉你 我有确实情报的 平山丑先生 你说给他听 孙中山 是不是 劈开同盟会 自己 出卖了我们 连王兄 都卖了 偷偷收到日本官方 七千元 七千元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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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敢说 说孙中山 收到七千元 连王兄 大吃一惊 十分意外 看着平山丑 诶 诶 平山丑就说 是啊 是有这样的事啊 诶 公奇先生 做中间人 搞上这件事啊 公奇就说 是啊 是啊 但是 喂喂喂 这件事啊 孙中山 并没有答应 任何条件 给日本人啊 那七千元 他根本 碰都没碰过 交了给我 去买军火的嘛 咋 我们有收据的 图成章就说 喂 不是啊 我知道 那七千元呢 有代价的啊 白给你啊 大家说好 孙中山以后都不回来日本的嘛 公奇就发火了 你 你血口 喷人 张太炎就大声喊 孙中山 肯定受了人家黑钱啊 你怎么知道他把钱收到哪里啊 你怎么知道他私下和人家商量 这些什么条件啊 林军服呢 不抵得劲 他站出来说公道话 大家冷静点 孙中山都不是这样的人来的嘛 张介都站起来嘛 哇 怎样啊 怎样啊 孙中山 将我们同盟会的面子 全部调干净了 孙中山有什么资格代表我们啊 同盟会啊 我们大家要开会 撤招他的代表资格 有什么资格啊 张太炎呢 乘机冲到墙壁前边 将孙中山那幅大照一手扯下来 拿着筆 就在照片上批了几个字啊 孙文 你应该 感到可耻 跟着呢 那张太炎 拿着孙中山的照 样来 样去 我啊 我要将这张照呢 连起这些批钱 就寄给孙中山 让他自己看下他的真面目 王兄就忍不住了 一拍张桌 好了 你吵到够了 跟着 大步离开会场 王兄对孙中山 这次收了七千元的做法呢 也很有意见 他认为 孙中山虽然是一心 为了卖武器 起意 就拿些钱来用 但是呢 这样就说不对 总要大家事先商量一下 现在呢 被人拿着来做 借口来攻击 有些事 你没办法解释的 你收了人家七千元 你怎么能够证明 你没跟别人暗中商量过了什么呢 没什么 你怎么让别人肯给七千元你呢 很难解释的嘛 还有 你是被人家买军火 那你有没有收回用呢 这些都很难很难过得清楚 唉 孙中山啊孙中山 你自己是坦诚待人 你没想到人家是小人之心啊 唉 这件事怎么办呢 怎么收科呢 欲之后事如何 且待下回分解了 洲人家乡票 原文在族 诗接上回 上回 讲到 张太炎找了一帮人 有心捣乱 就是要赶孙中山下台 王兄 是绝对相信孙中山 面对着张太炎这几个人 到处散动会 有来攻击孙中山 王兄就尽一切办法去做工作 经过王兄一番努力 这件事暂时就平息下来 王兄就将总部的工作 交给的书务总干事刘葵一 他自己就在夜坐船赶回中国 要参加起义 谁知道这次起义 又是失败 都未曾搞清楚失败的原因 东京这边的同盟会 又是牵立一场 推倒孙中山的大风暴 那天 王兄临走郊大陆 现在尝试而已 张继就顶过来 你真是 你每次都帮了他来洗脱责任 你知道吗 现在同盟会反对孙中山的人越来越多 你现在是负责人 你即刻召开大会 我们要 罢免孙中山 改选 选王兄做领袖 喂喂喂 你们又是拿着那七千元的事来 你都吵 我已经和你们讲了一清二楚了 那七千元是拿来买军火的 买枪炮的 人家有朋友正 有收据有人正的 张继就要挟 喂喂喂 你不要这么大声 你如果不开大会 你就是同盟会的叛徒 刘葵一就不抵得 一拍了台 你太过分了 现在王兄不在日本 他和孙先生 正在筹划下一步的起义 你们敢来捣乱 你不单只想拆孙先生的台 你不单只想反对他 影响他的威望 你直接逼同盟会自杀 你是后院放火 你说什么 你说我后院放火 我和你拼命 将他冲上来 刘葵一就举拳相向 两个人大战拳 就打上来 那时候 廖仲海和宫崎的满头大汗 走到进来 后面还跟着个日本朋友 圈野长枝 廖仲海就问 喂喂喂喂喂喂 你们是谁打电报 去香港中国日报 说我们买去日本 川田式暴霄 通通是假东西 不用得的 谁打电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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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谁打电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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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退火 谁打电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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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分明是要拿我们同志的性命来到教飞 算中实 根本都没人性 不懂得爱护人名 我们就是不准 买这些这样的劣质 武器 混在中国 廖仲海被他激 都在那里吐大气 你呀 你真的 这些武器呢 在日本是旧武器 但是在中国 也是新式武器来的嘛 可以打仗的嘛 我们是要靠这些武器来作战的嘛 你怎么能够 敢来的侮辱孙先生的呢 全先生一向做事的大公无私 张继就用讽刺口闻来说 大公无私 说得挺好听的 谁人都知道 他筹了这么多钱 你以为拿出来 大决那些 全部能在美国建屋的 挤在他大佬那里 大公无私 张太炎就大声好笑 我们呀 马上行动起来 要清查孙中山 探污供款的罪行 我们要为良心而知 张太炎正在那里疯狂煽动 廖仲可忍无可忍的大声施杀他 你们说什么要为良心而知 做人确要讲良心啊 要讲良心啊 你们敢来抵挤孙先生 敢来到聂造事实 无中生有来到家序医人 孙先生的大佬叫孙美 在美国谭香山 是很有钱的大农场主来的 他在贸宜岛 人家都称呼他做贸宜王 他有六千几英某土地 有千几的工人 养了六千几日奶牛 他大把钱 但是他将那些钱 都交了给孙先生 来搞革命 我们庆祝会 就在他那里成立的 他几年来 将田地房屋奶牛 全部卖光 拿来交给革命 交给你们啊 到头来 他自己彻底破产 一个大农场主 变成一个穷光蛋 一个平敏 一生血汗 全部交给革命 交给你们啊 交给你们啊 现在你们一盆污水 倒在他头上 说他贪污 你 你的良心何在 你说你说你说 你良心何在 张泰炎 张继几个 无言可对 悔尿尿 走 但是 张泰炎狮子 打电话 给香港中国日报 这件事呢 就将 起义工作 全部 退化 将日本送来的武器 全部都退回来 没枪 没炮 打什么 就可以了 但 单纯山 生气 到说不出话 一 你坐到 口大气 上一次 起义失败 是因为被 日本人害了 就说 栖炎银筒银筒 转折 特别 我们的 那次 被自己人 累到 功拜 随成 本来 起义军 已经攻占了 广东的重镇 防城 孙中山手上的兵力也不少 在欣州的乡团有七千人 在革命军里有二千人 加上准备反正的新军有六千人 万几人马的嘛 谁知道盗手的胜利又成为抛影 孙中山怒气冲冲的说 可乎啊,可乎啊,真是击死人 日本那批军火是旧的,我也知道啊 它确不是很先进 但是在我们中国就很先进了嘛 这批军火我们检查过完全是可以用的嘛 你张太炎,哎呀,那么意气用事啊 你们这帮人才是最不爱惜前方张氏生命啊 胡堪文就说 哎呀,我们都已经攻殲防城了 远长都杀了了 已经向欣州进攻了嘛 形势十分好了 孙中山又说 那不是,如果武器一到 我们就可以组出一支生力军 去修复两广,再出长江,攻打南京 想不到被自己人破坏了 哎呀,胡堪文就说啊 王兄呢,他不在东京 那帮人就乘机造反,就没他办法的嘛 孙中山就吩咐 你立刻给我起草一份文件 对他们的行为要严加斥责 今后,严禁张太炎 宋教人 将计计的人干预军事 对日本那几个人 平山洲 北日费这几个 以后都不能够重用 所有日本方面的联络工作 以后就交给公企来都负责 好啊,好啊 我现在就起草啊 不过呢,我看啊 现在我们同盟会里面的思潮 真是很复杂 有些人是特别鼓吹无政府主义的 是啊,这件事我早就注意到了 张继啊,去年就曾经翻译了 无政府主义这本书 这些就是他们吹响的好角来的 他们不但反对君主立宪 同时反对民主立宪 是啊,是啊,是啊 张太炎更离谱啊 他公开说,政府是卑鄙讨厌的嘛 他们说民主立宪 一无可取 居然说要叫开棺材 要搏烂华盛顿拿破仑的头 孙中山就说了 张太炎这帮人呢 自己对自己呢 就认为最高超 最纯洁的 他们反对武装起义 主张总罢工 他们实在是空想 污托邦 敌人不打都会倒的 湖汉文就说了 不过他们不是说完全空想的嘛 他们呀 日夜在发动着 要逼你下台啊 我知道 孙中山现在的处境 真是十分艰难啊 前线失败 后方大混乱 四少要逼他下台 连东京总部的负责人 刘葵一呢 被那帮人逼都吵不了气呢 写了封信 给王兄湖汉问奉之友 他还引用了一句话 万方有罪罪在一人 意思呢 就叫孙中山高姿态的 引扣辞职 来平息这场反宣的风波 孙中山十分明白 刘葵一呢 是实际上没办法 被人逼着才写一封信而已 孙中山并没有遷就 并没有姑息 孙中山就不肯采取 息事宁人的方法 他直接了当 写了封信给刘葵一 他说内部有糾纷 并不可怕 应该用事实来澄清 不能够用引扣辞职的办法来解决 在这个最危急的关头 王兄挺身而起 他通报传同盟会的同志 他说这个是同盟会生死传亡的大事 并非是孙中山先生 过日的名誉地位问题 孙中山得高望重 是革命成功的关键人物 推倒他 无人可待 由于有王兄 和大多数人的支持 张太炎 张继 涂成将这帮人 最终倒宣失败 只好引气吞声 表示留在那里服从孙中山的领导 孙中山经受了这么巨大的压力 承受了这么多嘲笑 讽刺 侮辱 侮辱 中作重心 而向南洋建立了以武汉民为部长的同盟会南洋支部 后来又建立了旧金山分会 孙中山 先喝一杯椰子汁 孙中山就斩开两个椰子 请他们两个喝椰子汁 怎么样 日本那头怎么样 汪正维就叹了一口气 东京又没办法捱下去了 你看 将文报搞成乌这单刀 朱泽信手上就拿着一份文报 二月份印的第十九号文报 你看 绝对是奇闻共赏 孙中山一看 标题是 大乘佛教元启雪 作者张泰盐 孙中山忍不住就笑出色 好 文报就不讲文声 讲佛声 应该改名 改名改版 也叫做佛声报 汪正维就接着说 去年张泰盐差点出家做和尚 他通过满清政府 住在长期总领事那里 去找张之董 要问张之董拿奴费 后面又通过刘思培 找到两江总督 端方 要问他拿银两 孙中山 不要再提刘思培了 他跟程家青一样 投降了满清 汪正维就叹了口气 革命到这样的地步 真是有大下张倾的感觉 我早就说过了 中国革命要成功 就要有白折不撓的勇气 要越挫越勇 你看大浪屠沙 大江大河 一路流下去 越流的水就会越清 朱泽信就说了 那个昌太炎也挺可怜的 那晚我去文部 刚刚屋主追他拿房租 逼得那位老夫子狼狈不堪 后来我见到他吃饭一会儿 都说咬得干得好像木头 那样的墨饼 要用滚水浸出来吃 他说 已经吃了很多餐是这样的 汪正维就挖苦他了 抵他死了 要吃墨饼 吃斋 练胃口 以后做和尚 更容易熬些 孙中山就摇摇手 不要这么惊笑自己人 对了 一仔我还要应付那个屠城章 哦 屠城章来了吗 来了什么 有什么做 来拿钱 他跟我说 除了扮民部 还在浙江搞武装起义 要我拿五万元经费 我实在没办法筹给他 那时候 外面人声吵杂 那邓宅仪本头大汗就进来 见到汪正维和朱执俊和他们两个握握握手 跟着呢 在私桌上拿了包饮 转身就走了 先中山就问 喂喂喂喂 什么事这么紧张 嘿 你听不见了 外面叫救命啊 没饭吃啊 汪正维窗口看出去 看到外面围着一大群人 都是穿着破破烂烂军服的青年和壮年人 邓宅仪对他们说 喂喂喂喂 别吵了别吵了 跟我去吃饭吧 整班人一窝蜂地跟着走 汪正维就问 喂 那些什么人来的 喂 现在什么邓宅仪好像开善堂那样 撕足撕饭啊 宣仲山心情十分沉重地说 什么撕足撕饭啊 这都是我们的好兄弟来的 是好同志啊 这班人呢 都在何口起意失败了 被帝国主义矫蟹 赶上来这里 总不能够看见他们饿死的嘛 唉 这件事真是难为邓宅仪 搞得他十分狼狈 朱汁信就说 啊 那好歹邓宅仪有些家底啊 他是南洋富商来的嘛 唉 什么富商啊 他为了革命已经倾家荡产 我先后几次发动武装起义 南洋的华侨 唉 出钱出力 现在都没办法再捐钱的了 如果我再继续失败下去 我实际没面目见这帮弟兄 孙中山讲到这里 心情十分激动 声音沙啞都说不下去 黄正为就一拍张台 情绪激动 刘师傅和林军傅他们这样想法是对的 我们不是这么眼白白坐着等死嘛 我们太仁慈了 太过手软了 刘师傅组织了一个支援拿暗杀团 我也可以组织嘛 我要组织暗杀团 最得力的助手汪精伟 居然在孙中山面前提出来要组织暗杀团 孙中山怎么办呢 欲知后师如何 且待下回分解 袁文哉族 袁文哉族 诗接上回 上回说到呢 因为经过多次起意失败 以及张太炎这帮人在搗乱呢 同盟会内部呢 正下就立立联 汪精卫就沉住气了 他提出来 不能坐以待毁 我要组织暗杀团 孙中山非常明确地反对 我不赞成用暗杀的手段 这个并不是根本出路来的 这个是治标不治本 汪精卫看到孙中山反对呢 他就不敢再出声 第二天 在檳狼宇的街头呢 聚集了很多过往的行人 一些革命党人呢 在这次募捐 在这次发传单 汪精卫呢 就站在街头一张板凳上面 手拿着一个用纸皮 整成的喇叭桶 在这次发表演说 听的人呢 大部分是学生歌 学生女 汪精卫呢 非常好口才的 他讲话十分有煽动力的 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女 生得十分漂亮的 在下面听 这个呢 是南洋同盟会女革命者 为越朗的女 陈碧君 几个女同学呢 也同一齐站在那里听 汪精卫穿着一套白色的西装 杀了少年英俊 风度翩翩 有一个女同学呢 小声对隔壁说 喂 你看这个人 真是英俊啊 是啊是啊 他不单止英俊啊 口才又好啊 哎呀 他讲话说得真是动听了 你看我刚才被他引到眼泪都流下来啊 汪精卫演讲完呢 就拿了一个纸皮箱 纸皮箱上面就写着 中国同盟会南洋支部 几个字 汪精卫就走向听众来到募捐 听众呢 就纷纷将钱 扔到纸皮箱那里 汪精卫就走到陈碧君前面 小妹妹 希望你不会令我失望 陈碧君这个箱眼 一直就望着汪精卫 听到他这么说 直接抄个袋 把所有的钱 全部放在纸皮箱里 汪精卫笑眉眉 用感激的眼光望着陈碧君 陈碧君一股热血涌上心头 他干脆将手上 带着那股翡翡翠肉压垂下来 这次呢 他不是放在纸皮箱里 他直接交到汪精卫手上 这件事 行不行 行 小朋友 多谢你了 我不是小朋友 我不是大人 我十八岁了 对不起 十八岁的大朋友 两个人相对微笑 忽然间 十字路口那里 警直誓名 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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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手忙脚都不知走到哪里好 陈碧君就大声喊 喂喂喂 你把我支皮箱交给我啊 汪精卫还没醒悟过来 捧着我支皮箱 也不动 陈碧君就大喊 哎呀你真是笨啊你啊 快把你钱带下袋 把我支皮箱交给我啊 汪精卫现在才醒悟 快把钱带下袋 把我空的支皮箱交给陈碧君 陈碧君就拿着那支皮箱 故意看着那帮骑警 引他们追过来 那些骑警 就想着那支皮箱 多少有些捐款在那里 所以就拼命追陈碧君 就放过了汪精卫 汪精卫就捐入一条横行 就被他走掉了 那个陈碧君 拿着那个空的支皮箱 他还想拖延时间 他引那帮骑警追他 就快追到人了 他大喊一息 喂喂喂 我这次有炸弹的 哇 吓到那帮骑警 都在地上 等到爬起身 大家上前一看 哦 原来那个纸皮箱是空的 哈哈 被这个小孩 转发了 突然的 那帮骑警 孙中山就劝他 喂 吃了吃了 一味叹气没用的 你快点吃完饭 一会儿想办法救人 汪正为拿起筷子 刚刚想吃 徒乘将入都来了 咦 现在才吃 有什么好菜 孙中山就说 喂喂 你没吃饭 大家一起吃 不用了 我吃过了 咦 汪正为 你什么时候到的 我前两天到 汪正为就没理睬 继续吃饭 屠城之乡就问 喂 我那三千元印刷费 有着落没有 哎呀 真不好意思 我还想办法 喂喂喂 什么这样搞法 我等了很久了 孙中山就摸眼汪正为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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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摆在桌面 一边数就一边说 都说了学生仔捐的钱 我都未曾数 涂成章望了眼 嘻 你当我客业 给了这些碎纸 汪正说就没办法忍得住了 一丢一张筷子 涂成章 你太不智了 你以为你是太上皇 喂喂喂 你吵什么 我又来找你 我找孙先生拿钱 找你吗 你这么多罪 孙中山就忍着气 除了手标 来 你把手标拿去当 暂时顶着当 涂成章 拿起孙中山的手标 看一看 喂喂 你真是会装穷啊 这样的烂鬼标 你让我去当 当都没人要了 你真是啊 你 涂成章眼就望见 书桌上面 摆着一束束旧的文件 旁边呢 就有一包 用红色的私勇布包着的东西 涂成章手快 一手就拿过来 抄来一看 咦 哦 原来有 壁肉耳环 一副在那里 你也是啊 值钱的东西 你就收买 拿着这个烂鬼标来骗我 说完呢 就随手把那壁肉耳环 拿走 孙中山就忍无可忍 喂 这件事不能我给你的啊 哈哈 哈哈 不给我 不给不给呢 你现在就留给你 给义拉用的呢 是吗 孙中山反面了 你混账 黄正位呢 一个战步冲上线 用尽平身之力 一巴掌就挂过去 拍一张 哇 打到整面肿了 牙血都流出来 喂 干嘛你啊 你干嘛你啊 你打我是不是 你你你你你 你我再打你啊 黄正位一手 扯住他胸口 将他抢出去 一脚踢一道门 一脚就抢他出去 你快给我滚 你再不滚 我连你的牙都打得住他 走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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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正位回来 见到孙中山一尾 在那里拧头 眼泪直流 黄正位就安慰他 孙先生 你何必为这些人的怒气呢 孙先生 你的眼泪太不值钱了 我在伦敦被人困住 面临着死亡的要挟 我都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但是 我最不能够忍受的是自己人的暗箭 忽然间外面有人咬一声 我可不可以进来 孙中山就直接走出门口 你找谁啊 黄正位在后面追出来了 一见到陈碧军就大声 哎呀 是你啊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陈碧军一边 港一边 大摇大摆 走入屋 我都猜到你 一定是在这里的了 你确实是孙中山的手下 是吗 孙中山 现在才明白 哦 原来你就是掩护汪精卫救他脱险的人 那又不算得什么的 他呀 真是很幸运 不过做事没有什么闻路的 要钱不要命的 整天抱着那个纸皮箱 几乎走不掉 孙中山请他进来坐 亲自倒一杯茶给陈碧军 请坐 看来 你比他聪明得多 汪精卫就说 我正是准备出去打正你的下落 你怎么会出得来的 怎么不出得来 他们敢将我怎么 我说 那个毛巾箱呢 我都不知道什么 我街边收拾的 里面什么都没有的 我犯什么罪 他们就没了我的办法 所以不就放人 汪精卫就称赞他 你真是聪明了 不过你怎么知道来这里找我 我见过我妈妈来过这里 我妈妈是同盟会的 善中山就问 你妈妈什么名字 喂月朗 哦 我就是一家人 你叫什么名字 陈碧军 哈 陈碧军 你妈妈 是支部一位十分得力的会员来的 哈 你有点像你妈妈那样 现在呢 又要讲一下王兴这边 王兴呢 就回到东京同盟会了 今儿上讲 一回来 刘 semin former 出门迎接 冷门的 哎呀 王兴 help 你回来了 你再不回来 我承受까 我辞职的了 他 你承受 Mega 同外会立大功,哎,好了好了,你别赞我,哎,回来休息一下,洗个面,还洗什么面啊,不用洗了,我已经被他搞到我没有了面,还洗什么面啊,两个人回到屋,王兄就问,张太炎陶成章,这段时间有什么新发芽啊,嘿,那陶成章啊,他被汪精卫打了一巴掌,谷了一肚气, 他现在拉了一帮人,到处去造谣,说孙中山起意呢,只是用了一千元而已,其他的钱全部都放下袋啊,又说孙中山在美国,存了二十几万美金啊,王兄就杀分气愤,他更加同情孙中山,孙中山现在在前线指挥打仗,竟然都有精力,分心来提防身后非离的冷战啊, 刘葵一就担心,怎么收拾局面呢,现在,屠城章已经找了一帮人,要登报纸公布孙中山的罪葬,我看啊,同盟会真是四分五裂的啦, 不怕,有个王兄在这儿,就有孙中山的名誉,如果这帮人真的不识趣,再去这样搞呢,在这儿兴风作落,我就不客气的, 我登报纸,让张太炎写给两江总督的封信公布出来,那张太炎厚着面皮,要找端方借五万两银嘛,我将这封信一公布啊,我看他啊,想在中国做和尚都几难,去印度做啦, 王兄虽然叫人家劝告张太炎和陶成章,但是他几个呢,依然我行我嫂,陶成章就找了一帮人, 在报上就发表一份宣民罪状,他就偏造了孙中山十二大罪, 毁坏同盟会名誉罪四条,蒙蔽同志罪三条,残害同志罪五条, 结论就是,孙中山的罪过, 兴南山之足, 施罪无穷, 决东海之波, 刘恶无阵, 跟着, 张太炎在文部, 共开发表检举狀, 攻击孙中山, 背本忘初, 见危不阵, 王兄是忍无可忍, 跟刘愧一就发表了长篇的文章, 驳斥张太炎, 又在报纸呢, 登了一段启示, 宣布张太炎是一个神经病者, 面对着这帮小人的攻击, 孙中山咬紧牙关, 以大义为重, 拼命工作, 但是呢, 他心灵感情, 确实受伤害, 他亦免不了会感情冲动, 对同盟会失望, 认为同盟会, 已经失去战斗司令部的作用, 他开始考虑, 要成立一个更顺权的新政党, 但是现在, 面临的一场起义, 他没时间再想那么多东西了, 孙中山在河内, 就布置着进攻中越边境, 镇南关的战役, 王兄特意赶到来帮助孙中山, 领导这场战斗, 王兄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孙中山, 1907年12月2日, 孙中山, 王兄在河内起义总司令部, 就研究前方战事的进展, 在镇南关那里, 已经战云密布一触即发, 起义军, 已经迷伏在城外, 指挥官就是王兄德力的手下, 叫做王明堂, 这个人有勇有谋, 在匯党那里, 是八面威风的人物, 人人都叫他做八哥, 他这个人又讲义气, 他手下呢, 有八十几人, 有四十二支身色暴战, 他自己说呢, 已经跟城里面的守军有联络了, 有一栋手呢, 那边就屡应外合大事可成, 王兄的信心十足, 但是孙中山呢, 就十分担心, 他总是觉得人力太单薄, 那时呢, 孙中山的卫士马上进来报告, 说财讽来了啦, 原来呢, 起义的部队呢, 现在呢, 越来越扩大了, 需要做一批军服, 二壮军威, 财讽是广东人来的, 身材肥得得, 年纪三四十岁的样子, 很敦厚的, 他拿着度身的皮尺, 那位做官服, 那位做兵服啊, 马上就特意认识他, 你自己看啊, 你看看哪个官服, 哪个兵服, 那不就行啦, 那财讽一眼望, 孙中山, 王兄, 胡汉文, 哎, 这几位都是做官服啊, 马上就问, 喂, 那我呢, 你啊, 你最多就是勤务兵, 不带得去的啦, 啊, 你啊, 你看我年纪小的, 是不是, 我师傅呢, 一边跟孙中山订身一边说, 年龄大小就认一件事, 秤陀虚小, 力压千斤, 我会看上的, 一看你的面相和气息, 我就知道的, 看你啊, 面无三两, 大小有闲呢, 众人就嘎嘎嘎笑, 马上又问, 喂, 那需要不用付工钱先啊, 不用付, 打到满清, 你记我一功就行啦, 孙中山就问他裁讽, 喂, 师傅, 你何内开店, 开了多久啊, 嘿, 我爷那代已经开的啦, 师傅是你贵姓的, 小正王, 黄龙生啊, 那你财的服饰, 画个样子给我们看看,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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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龙生是用纸画的草图, 企嶺, 三个暗袋的, 宣众上去看, 哦, 企嶺装, 在南洋华侨很中的这个款, 比穿西装方便得多, 穿西装又要打领带, 嘿, 军人来说不方便的, 这个装好, 更合适, 哎, 以后啊, 我跟你一起, 设计一套中国式的服饰, 好吗, 好, 你先生, 你出个图出来, 你口讲, 我立即裁得到的了, 好, 一言为定啊, 裁缝走了之后, 已经半夜了, 因为呢, 镇南关就来要打场大仗, 所以大家都心情紧张, 不肯睡觉, 孙中山突然间走出门口, 对马昌说, 喂, 找两个人来, 跟我去镇南关, 黄兄是早有提防, 站正在那儿, 哎, 哎, 要去都轮不到你去, 汉文, 你立即安排他回房睡觉, 胡汉文连推大推, 好似绑架一样的张孙中山, 推了他入房, 黄兄呢, 跟着外面喊息, 人呢, 雲家两个姑娘飞快走到来, 哎, 尹瑞芝和尹云俊这两个人, 已经去了上海读书了, 为什么要来到这儿呢, 是欲之后诗如何, 且待下回分解, 赶紧赏, 他是同学生, 既然他读书了," aba